Selina最近除了為新電影跑宣傳 身邊還有小男友的陪伴 讓她整個人充滿粉紅泡泡 而說起之前帶著新男友 和前夫阿丁見面的過程 她竟然露出這種反應 那個時候是我每年都會在我生日的前後 因為我生日前後也就是我重生日 我受傷的那天我就叫她重生日 我都會請我的當時的主治醫師 大家都會聚餐 然後當然阿丁也是陪我經歷那段時間很重要的人 阿丁也一定會出席 我說那天我會帶一個朋友 所以她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她當然很驚訝 所以那天吃飯的時候 她就很開心 她真的很開心 她就是全程露出姨母笑 她中露出姨母笑 我們就做一個轉角 然後她就這樣一直笑的看著我們 我就覺得很開心 那個時候真的覺得自己 就是有點不可思議的幸福 那男友就跟她打招呼 有 我們就一起吃飯啊 這好老靈魂喔 就是很淡定 我就想說你會不會太淡定了 然後還想說 不知道她的誰 有啦 知道啦 沒那麼天兵啦 我那天在第一天就是跟大家見面玩 然後後來回去看到影片 然後那邊新聞片段 然後下面的留言就是在那邊說 怎麼總成這樣 我就問她 我就說 她就說 她就說 不會 我覺得妳這樣很好啊 我說 就是妳 就是妳害我變成這樣 她真的還是這樣子的 沒有啦 妳不要分享嗎 她叫我 她叫我 寶 寶 好可愛喔 宣寶啦 加起來 哈哈哈哈